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引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核发展的指导意见,今天正式公布 意见指出,近年来,医养结核政策不断完善,取得积极进展 但在政策支持、服务能力、人才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难点、读点问题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 发展居家社区以及机构医养结核服务,不断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服务需求 意见指出,积极提供居家医疗服务 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完善居家医疗服务规范、技术指南和工作流程 支持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失能、失智、慢性病、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 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 推进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互联网加护理服务 创新方式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居家医疗服务 实施社区一样结合能力提升行动 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特困人员 公养服务机构静老院利用现有资源内部改革建一批社区乡镇 医养结合服务设施 重点为失能、慢性病、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扎实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积极推进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项目实施 加强老年病预防和早期干预 发挥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在养生保健、慢性病防治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中医药进家庭、进社区、进机构 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 为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肺炎等疫苗 意见提出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提升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 意见明确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依法依规在养老服务机构设立医疗服务站点 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将上门医疗服务向养老机构拓展 为符合条件的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服务 通过新建、改阔建、转型发展等方式 加强康复医院、护理机构和安宁疗户机构建设 支持老年医学科和安宁疗户科发展 支持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 开展康复、护理以及医养结合服务 推动建设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 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居家医疗服务 医养结合签约服务 以及医疗资源赋予的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利用现有床位开展养老服务 要严格执行相关规范 收入纳入医疗卫生机构收入统一管理 各地要采取差异化补助等多种措施 推动养老机构改造增加护理型床备和设施 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专业化、规模化、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机构 主要接收需要长期照护的失能老年人 支持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签约合作 为养老机构提供预约就诊绿色通道、上门巡诊等服务 鼓励大型或主要接收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机构 内部设置医疗卫生机构 各地要推动社区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住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资源共享 鼓励基层相关机构积极探索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 按需规范转换机制 当前我国大部分老年人是在家中进行养老 基于这一线时 意见将发展居家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作为首要目标提了出来 并明确了积极提供居家医疗服务和增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两项重点任务 老年人在家中居住身体状况又不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如何就医 频繁的就医 在总结实际上的基础上 将上门医疗那么做了一个重点 做一个推介 指导意见聚焦失能 失智 慢病 高龄 残疾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以家庭病床和上门巡诊等为手段 通过完善相关服务规范和工作流程 确保重点人群在家中能够获得医疗服务 同时鼓励以互联网家等创新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 新出台的这个方案当中将社区的能力提升其实做了一个重点 那么在医养结合这个大的舞台上如何将社区为平台 它所囊括的各种资源 特别是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有效结合 这个方案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让老百姓在身边周边能够获得相关的服务 应该是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指导意见提出 通过机构建设和资源整合 提升社区为重点老年人群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能力 同时要求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项目 发挥中医药作用 做使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目前在一些医养结合机构 医疗床位和养老床位是隔离的 如果老人生病了需要住院 就得在这两种床位之间来回折腾 针对这一现象意见明确 医疗床位和养老床位可以互为转化 医疗的收费很多是可以走医保的 那么养老的收费不一样 所以原来这两个病床是隔离的 比如说我现在康复好了 我要进入养老病床了 那么如果我在养老的这一段时间 我病又中了 我要进入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了 那么原来就得来回倒腾 那么这次这个文件呢 他就通过他内部的信息化系统啊 自己内部的这个转换 就不用老人去折腾了 针对大城市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配置分散 老人难以就近获得医养结合服务的现状 指导意见也提出了解决办法 这个意见呢提出来要把这个以后的规划选址上 尽可能呢实现医疗资源 养老资源比零的来建设 另外这现有的一些设施呢 在进行改造啊 进行这个资源的衔接上 给予很多政策的优惠 给予很多人的衔接